政府收緊16個地區檢疫要求 美國列為高風險地區 楊正賢說要繼續遊行集會 要採取創意和靈活方式 張盟宏再被追著打 博士論文被人舉報抄襲回來 曾經吹捧中共金融巨額索羅斯 罕見批評習近平 美航聯合軍演今日正式登場 塔利班建立臨時政府 阿富汗內政部計劃和平轉移政權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8月16日星期一 歡迎大家收看大紀元的直播節目 新聞7點鐘 我是Zach 我們先看第一單新聞 民間組織 民間人權陣線即民陣 昨天發表聲明指 在13日召開的週年大會上 出席的成員一致決議 由即日起解散 前民陣召集人楊正賢表示 要繼續遊行集會和其他公民參與 捍衛自己的生活模式 不過在這個高壓環境下 相信需要採取創意和靈活的方式 和其他公民參與 前民陣召集人楊正賢 在香港電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 民陣的決定並不容易 但是今天公民社會的組織 面對選擇性執法和任意拘捕 香港正充滿白色恐怖 政府不斷想消滅意見令人沮喪 他認為遊行集會是基本自由和權利 要繼續遊行集會和其他公民參與 捍衛自己的生活模式 但是在高壓環境下 相信要採取創意和靈活的方式 以往民陣相對高調的範疾 可能在短期內不能复制 他認為只要不同領域的人 在生活上深耕、連結 不相信公民社會會完全敗壞 楊正賢還表示 不同的學者也說過 遊行集會對政府有利 有助於政府理解民意 而過往政府對市民遊行訴求 即使不積極回應也會尊重 他形容現在的政權不斷改寫歷史 由過往尊重集會自由 到今天形容是邪惡的東西 本港今天新增3宗輸入確診個案 患者分別由瑞士、日本、馬來西亞、抵港 政府今天宣布收緊由16個海外地區 來港人士的檢疫要求 今個星期五凌晨12點起身後 其中將包括目前為中風險的B組指名地區 包括美國、孟加拉、柬埔寨、法國等國家 提升至A組高風險地區 只容許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本港居民入境 並需要在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21日 期間接受多次的檢測 另外政府又將澳洲由低風險C組指名地區 提升至中風險B組指名地區 容許未完成接種疫苗的港人入境 但是需要檢疫21日 如果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入境人士 檢疫期可以縮短至14日 如果同時出示礦體情陽性的證明 可以將檢疫期再縮短至7日 再加7日自我監察 政府發言人說全球新冠疫情 受到Delta變異病毒株嚴重威脅 多個國家確診數字在短時間內大幅飆升 不少地方即使大規模接種疫苗後 病毒傳播仍然死灰復燃 對本地疫情防控造成重大的挑戰 政府決定提升16個疫情嚴峻的 海外地區風險組別 向相關入境人士施以更嚴格的登機 檢疫和檢測要求 以嚴守本港外防輸入的抗疫屏障 今年來香港出現的移民潮 加速公立醫院的人手流失情況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執委馬仲義表示 過去兩年由於疫情 醫生人手流失比較慢 但隨著今年經濟好轉 較高年資的醫生轉頭私人市場 或者移民的數量明顯上升 包括麻醉科、腦外科、心胸外科等等 馬仲義於電台節目指出 隨著疫情放緩 有不少醫生都開始考慮移民 又或者轉頭私人市場 其中專科醫生 例如麻醉科和放射科的人手流失情況 最為明顯 他即使從海外引入醫生 也無法彌補專科醫生的流失 建議政府加強公私營合作 以彌補人手的短缺 例如邀請私家醫生兼職等等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 林蕭志於電台節目表示 2008至2016年公立醫院醫生流失率 達4.4%至4.6% 對比今年的4.6%流失率未算高 但過往醫生流失都是去了私人市場 而近年多了移民 特別是中層員工 他強調醫生的流失 並未達至恐慌的情況 趙衛會今天出版新一期選擇月刊 測試市面上31款預先包裝的水果乾 發現全部屬於高糖食物 其中一款標示糖含量3.7克的提子乾 更加驗出高出19倍的糖分 謝謝大家 趙衛會今次測試了6類31款水果乾 包括幸浦、藍莓乾、小紅莓乾、芒果乾、提子乾 以及士多比利乾 其中提子乾的平均糖含量最高 每100克達57.4克 而其餘水果乾的平均糖含量 介乎每100克有35.8克至56.1克 司衛會發現有4款水果乾染出的糖分 高於營養標籤標示值的120%的規管容隱限 其中一款迪士尼、迪士尼、迪士尼、提子乾 標示糖含量為3.7克 但實際上測出75.1克 高出於19倍 另外3款分別是Bowman、幸浦、陸日堂、Green Sun Garden、芒果乾 以及李源門、小香圓、士多比利乾 食安中心指出部分水果乾在製作的過程中會添加糖 比起新鮮水果含更多糖分 建議消費者選購水果乾的時候 細月包裝上的營養標籤和注意食用的份量 消委會研究及試驗小組主席譚鳳宜 建議消費者盡量進食新鮮水果 因為水果乾的營養元素較低 但是糖分較高 另外因為水果乾體積較小 不容易產生飽幅感 容易在不留意之下過量進食 而攝取過多糖分 消委會還發現17款雪櫃樣本冷卻食物的時間 可以相差超過一倍 個別無雙雪櫃的全年電費比直冷色雪櫃高出七成 其中一款過產雪櫃全年的電費最高可以高達471元 消委會今次測試了17款中小型雪櫃 包括單門、雙門及三門雪櫃 售價由1398元至6280元 其中有6款是直冷色雪櫃 但必須定期溶雪 17款雪櫃中綜合表現最好的是三菱電機的三門雪櫃 二萊克斯的三門雪櫃 金章的雙門雪櫃及Dynasonic的雙門雪櫃 在電費方面 消委會指6款直冷色雪櫃耗電量較低 根據測試的結果推算 全年電費皆負107元至163元 全年電費較無雙雪櫃低超過七成 而其餘11款較大型的無雙雪櫃 推算後的全年電費均超過250元 其中中國製的Sharp全年電費最高達471元 消委會分別測試17款雪櫃的冷卻能力 指30電機的三門雪櫃冷卻能力較高 另外有12款雪櫃設有冷凍室 消委會測試它們的冷凍能力時發現 表現最佳的是伊萊克斯三門雪櫃 消委會建議選購雪櫃市 應該考慮家居的生活模式和空間 並參考基電工程署的能源標籤網頁 選擇較為省電的型號 如果想購買無雙雪櫃 則可以考慮整體性能較佳的變頻式型號 消委會還說 在2021年1月至7月期間 一共收到接近500宗涉及美容的投訴 包括有投訴的事主在接受美容療程之後 面部出現針孔刃或水泡 以及在接受療程之後覺得頭痛不舒服的 消委會今次提到三個投訴個案 個案1的陳小姐曾於A美容院購買一個3萬元的水光注射療程 並在接受療程的時候提到過往打針時的痛楚經驗 職員隨即介紹一部針機儀器 稱注射效果均勻痛楚也較少 但事後陳小姐的面部出現紅腫 額頭兩邊面額和下巴留下一排整齊的細小針動 美容醫生和職員當時均稱紅腫和針動 會在兩個星期內逐漸消失 消委會指陳小姐的紅腫在一個月後消失 但針孔仍然清晰可見 有皮膚科醫生指注射太淺層 透明質酸仍然停留在皮膚表層 A美容院期後為陳小姐安排用熱能機 加速溶解透明質酸 但4個月後情況仍然沒有好喘 陳小姐直言對A美容院徹底失去信心 數個月來情緒大受影響 消委會調停後A美容院同意退回全數款項與陳小姐 雙方也簽署和解協議 消委會指美容院推介注射針劑療程的時候 往往著重講解打針後索造的面部效果 而消費者未必認識所注射的化學物質成分 甚至承受著事後出現後遺症 或其他身體反應的巨大風險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事前需要細月美容療程的詳情 和保留單據和醫療紀錄 消委會也促請政府盡快立法監管醫學美容 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 香港電車公司今天宣布將會在星期三 舉辦第一次由電車公司自己出錢的免費乘車日 多謝各位香港人支持 香港電車公司指早前有行獲見歷史世界紀錄 確認為世界最大的服務中的雙層電車車隊 即同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會創下歷史性佳積 香港電車期待在最短時間內 和全港市民一起慶祝這個歡樂時刻 因此迅速調撥內部資源 將在本週三舉辦免費乘車日 感謝港人的支持 香港電車服務香港長達117年 在上月獲得最大的服務中的雙層電車車隊 建歷史世界紀錄 現時正在太古坊舉辦世界紀錄期間限定店 活動將於8月22日結束 上海福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 因為發表了與病毒共存論 連續被中共官方和媒體圍剿 並且被人質疑這一篇論文是差回來的 網民回應 很明顯是足及到利益有人想搞它 福旦大學研究生園當日在官方網站發表消息說 後方收到舉報指張文宏的博士論文有部分問題 學校已啟動調查核實 調查結果終會及時公布 雖然福旦學校的公告 沒有直接說明被舉報的問題是抄襲 但是有關張文宏博士論文抄襲的話題 已經成為微博頁滿話題 不過網友的留言幾乎全部都是撐張文宏的 有人說舉報忠術 笑死我了 整人就說整人了 還有人說這是中共打擊異己的慣用手法 先扣帽子再抽鞭子 罪名先定好證據慢慢問 並且分析說顯然是將文宏觸及到部分人的利益 所以有人想剷除它 中共慣用的手段是減不碰一個人的學術觀點 就由其他方面摧毀一個人 DELTA病毒在大陸各地快速蔓延緊 昨日官方再次公布不准進入北京的地區名單 包括上海、江蘇、湖北、海南等38個區縣 官方指限中高風險區 但是民眾有不一樣的說法 雖然官方在媒體上聲稱 暫時不允許進京的只是中高風險區 但是北京警方在進京關口 對要回北京的市民卻另有說法 有看到視頻的網友評論說 幾年前就有證明你媽媽是你媽媽的方誕規定 現在又出現了找檔支部接人進城的匪夷所思的政策 這個難度實在是異上天開級別了 最近山西省女娘市民水縣又出現疑似皮膚炭墜疫情 已經有9個人出現了症狀 其中5個人被隔離 那裡是出了名養牛的城市的 2月15號 山西省衛健委稱 山西省民水縣寶賢村近日陸續有村民出現 四肢休疹 繼而變為水泡 接著結家變黑 而且有水種、淋巴種等相似的徵狀 疑似是皮膚炭墜疫情 目前有9人有上述類似的徵狀 患者都在寶賢村從事肉牛飼養 屠宰、販賣等相關工作 4人在太原治療 其中2人已經出院 目前村裡還有5名患者 當地對這5例病例進行隔離治療 極目新聞報道 在8月15號上午11點 呂糧市衛健委的工作人員表示 目前尚未明確病原 報道說早在8月3號就在寶賢村 發現有村民存在相關的症狀 寶賢村一位養殖戶化名于先生表示 當地為肉牛大院 寶賢村裡養殖肉牛的歷史十分悠久 目前村裡養殖場 屠宰場都暫停了 暫未聽說有人傳染人的現象 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 8月13號在華爾街日報道批評習近平 在中國的專制統治令外界感到驚訝 美國開放社會基金會創始人喬治 索羅斯在8月13號投書華爾街日報稱 習近平是全世界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人 並例數習近平事下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 他說 我視習近平為世界上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人 索羅斯寫道 我發現特別令人不安的是 這麼多中國人似乎認為 他的社會信用監督系統 不僅可以被容忍 而且更好有吸引力 索羅斯說 習近平希望共產黨是列寧黨 保守派專欄作家吉姆·格拉蒂 對於那些長期追蹤中國的典型保守派來說 8月13號的華日投書內容不算是什麼新聞 此文令人吃驚的地方是 作者是索羅斯 格拉蒂不忘提醒說 就是那位在2010年罔故事實 宣稱中國擁有比美國更好的運作政府的索羅斯 格拉蒂說 雖然保守派有很多理由反對和不信任索羅斯 但是看到這位國際進步主義的教父 和左派最大的捐助者之一宣布中國的統治者 是世界上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人 還是有一些驚人的新鮮感 索羅斯出身在匈牙利的猶太裔美國商人 同時也是進步主義政治和社會運動家 他資助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國內抗議活動 比如美國的黑命貴、同性戀、難民以及非法移民等活動 索羅斯最早作為納粹難民來美國藏獲自由 在2007年就公開稱美國是當今世界的罪惡之源 並要求美國經歷一個類似 好像德國一樣的去納粹化過程 索羅斯在8月3日的投書中寫道 當習近平主上中國時 他在2013年恢復了在中國的活動 這次他是作為一個直言不為的反對者 反對至今已經成為極權主義的政權 在美東時間 星期日的清晨塔利班武裝分子 已經進入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阿富汗內政部長表示 權力將會和平交接給一個過渡政府的 阿富汗國內局勢急轉直下 在塔利班武裝人員進入首都喀布爾的郊區之後 阿富汗內政部宣布將開始和塔利班進行政權和平移交談判 塔利班發言人習比胡拉穆賈希德隨即在推特上發布消息稱 塔利班已經命令其成員在赫布爾自中心入口處等候 日前在幾乎還未遭遇抵抗的情況下 塔利班激進組織的武裝人員抵捕赫布爾郊區 發生者報導稱塔利班下令其成員暫時不要進入首都赫布爾之後 阿富汗內政部代理部長阿卜杜勒薩塔爾米爾扎克勒 在15日發布預錄的演講視頻影片稱 國家政權將和平轉移給臨時政府 當日阿拉伯衛星電視台報導稱 阿富汗總統加利將在數小時內辭職讓出政權 塔利班已經大頭組成臨時政府 路透社則引述外界消息人士披露 阿富汗前內政部長賈拉利已經獲邀擔任阿富汗臨時政府的領袖 據TRT網站報導阿富汗內政部代理部長 米爾扎克勒在他的推特帳號上發布了一段視頻 向赫布爾民眾發表講話稱 作為阿富汗內政部代理部長 我下令所有安全部隊 特種部隊和其他人員 繼續在不同的地點執勤 以確保城市安全 我們的人民不要擔心 這座城市此刻不存在安全的問題 代理國防部長比斯·米拉穆罕密德也發表聲明 稱阿富汗嚴任總統阿薩拉夫·加利 已經派出政要與塔利班進行談判 在達成協議前 塔利班武裝人員不會襲擊克勃爾 直至目前 加利尚未正式發表辭職的聲明 韓國和美國將會在今天起 展開為期九日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習 韓國軍方8月15日表示 韓國和美國將會在16日起 展開為期九日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習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JCS表示 聯合演習將會持續九日 主要包括防禦性計算機模擬指揮所訓練 由最少的人力參與沒有實地訓練 JCS在聲明中說 在綜合考慮中共病毒局勢 聯合防禦態勢 以及支持實現朝鮮半島模式 和合化和促進持久和平的外交努力之後 美韓聯盟做了這個決定 JCS表示 美韓演習的部分目的是 加快首爾在戰時 從美國接管聯合部隊控制權的努力 以慣例聯合參謀本部正式發表進行聯合軍演的消息之後 聯合國軍事司令部會透過和北韓直接聯繫的電話 通知這次演習的疫情和目的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包媒金與正 和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英哲 在10日和11日接連針對美韓聯合軍演發表談話 警告美韓將會付出代價 韓國軍方相關人士表示 美韓保持緊密合作 密切注意北韓動向 並維持穩固戒備態勢 目前尚未發現任何異常動態 德國即將在下個月舉行總理大選 德國以後的對華政策受到外界高度關注 德國綠黨總理候選人安娜·萊娜·貝爾伯克 早前跟媒體說不可以讓中共玩到妥妥令 據德國之星報導 法蘭克福匯報在8月15日刊登的一篇報導中 德國綠黨總理候選人貝爾伯克 在接受該傳媒採訪時表示 牧黨如果在9月26日舉行的大選之後參與執政 將會大力推動德國和歐洲 對中共政府採取更加強硬的貿易政策 他主張歐盟應該對來自中國的傾銷產品 徵收更高的入口關稅 阻止中共政府繼續利用補貼等方式 對歐洲實施廉價傾銷策略 根據這篇報導 貝爾伯克表示 他希望在反傾銷稅的政策上 有所補充和改進 例如對於在中國市場 受到補貼的公司 或不受環保標準制約的企業 都可以徵收額外稅款 在講到德國和中國的關係問題的時候 貝爾伯克說 我們必須保持強硬 不能被這樣一個存在非正當經濟行為的權威政權 牽著臂子走 貝爾伯克表示 歐洲需要一個全新的對話政策 歐洲各國政府除了對敏感經濟領域的歐洲企業 加以扶持之外 各國還需要聯合起來 充分利用歐盟的共同優勢 貝爾伯克也敦促德國政府在提供關鍵技術的歐洲財團參與公開招標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以減少對中國供應商的依賴 他還呼籲德國政府禁止中國科技企業華為參與德國的5G網絡建設 因為這些涉及我們國家的安全 美國之音的報導指出 目前德國綠黨是一個在高收入城市居民中獲得強勁支持的政黨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綠黨有可能成為一個執政聯盟的一部分 並且可能發揮主導作用 由加拿大安全專家表示 在疾病知識產權方面 中共政權針對加拿大的間諜活動大家有目共睹 同時顯示出中共將病毒武器化的可能性 根據BIV網站報導 加拿大王家軍事學院和女王大學的教授 勒普雷希達表示 在加拿大食品檢驗局的一宗 可能與中共病毒相關的案件中 中共政權在疾病知識產權方面 針對加拿大的間諜活動是顯而異見的 他表示 加拿大無意中正在幫助中國的生物安全和生物武器研究 勒普雷希達說 中國人已經表明他們對動物病毒的研究非常感興趣 並且至少已經證明了他對這類病毒武器化並部署的潛力 如果不是有意這樣做的話 冰川網根據信息獲取法規得到的加拿大騎警文件顯示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的科學家尼爾森博士 20年前成為了中共間諜針對的目標 目的是要獲取他對動物布魯士菌病的研究成果 這是一種可以傳染給人類的高度傳染性疾病 尼爾森在2012年10月 在前往阿泰華機場準備去中國的途中被捕 尼爾森法院在2017年的一項裁決書中說 尼爾森隨身攜帶了17瓶布魯士細菌 他們被裝在一個有兵的保溫瓶中 放在一個兒童午餐袋中 勒普雷希達表示 他懷疑中共政權對加拿大的干預 正變得越來越強 包括在加拿大的研究領域 他說 這不僅是加拿大的知識產權的非法轉移問題 勒普雷希達說 鑑於中國對明顯起源在那裡的病毒 所表現出的行為是多麼不負責任 我們顯然需要避免幫助這個政權 因為它的行為已經表明 不能將這類知識產權和技術托付給它 在荷蘭有一位崇馬斯很喜歡帶有斑點的動物 在它的草場上面有三種不同種類的動物 但是它們都有差不多的斑點 一起出現的時候非常引人注目 一起看看 來自荷蘭的純馬斯格雷傑 今年35歲 它擁有三種看起來非常相似的寵物 分別是阿帕路薩總馬內華達 切德蘭矮總馬拿破崙 和一隻可愛的斑點狗傑克斯帕洛 儘管這些動物的體型和種類都不同 但它們都有著相同的白底黑點 讓它們看起來簡直就好像三包胎 這三個幾乎一模一樣的可愛動物 總會令陌生人驚訝不已 加雷傑說 當民眾看到這三隻寵物形影不離時 總會露出笑容 它們也經常讓民眾想起《101中狗》 這部經典動畫 激起它們美好的童年回憶 加雷傑表示 傑克這群點狗小的時候 總是將自己當作馬中的一緣 完全融入其中 它們之間對彼此的信任非常重要 當有了信任 馬爾會絕臟成長 它們需要感到舒適和自信 而傑克爭地做到了 它們之間有著很深的跨物種的情誼 本港疫情在月頭基本上沒有錄得新病例 根據美聯工商鋪資料研究部的資料顯示 利好消息繼續為公客註冊量和各區售價帶來支持 今年頭7個月公客註冊錄得2356宗 按年飆升1.53倍 單計7月份報363宗 按年比增長82.4% 美聯工商物業售價指數MII 7月份最申報329.1 按月微升0.1% 首7個月累計升幅3.2% 當眾荃灣升幅近達到7.2% 跑贏大市 上月有7個區的公客錄得赤價上升 當眾葵聰區升幅較為顯著 按月走高1.9% 平均建築赤價佈4,011港元 其餘升幅超過1%的地區 依次為長沙環1.5% 荃灣和沙田升幅1.4% 以及屯門升幅1.1% 另外有3個區出現赤價下跌 倒退幅度較大的是 紅磡屠瓜灣按月跌1.5% 觀塘則跌1.3% 造勁方面 按月升幅最多的區域是 黃竹坑、香港仔、鴨利州 升幅3.1% 其次是紅磡土瓜灣 升幅1.8% 而荃灣和九龍灣則分別錄得 1.5%和1.3%的升幅 美聯工商動事陳偉智表示 工廈的索性較其他物業高 而早前活化工廈2.0 及標準金額先度計劃 令到傳動工廈更具重建價值 吸引不少財團入手 支撐工廈售價 今年上半年也有不少基金入市 包括斯羅德、彭里 以26億元買入有線電視大廈多層單位 多個基金同時帶手購入工廈物業實屬罕見 可見眾基金看好工廈前景 明天8月17號 星期二的天氣預測是 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著雨 氣溫介乎於27至32度 相對濕度70至90度 翠西南風,風勢2至3級 本港地區今晚及明天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 局部地區有著雨 最低氣溫大約27度 明天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炎熱 池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 新界再高一涼度 吹輕微至黃緩的西南風 今天的直播節目新聞7點鐘就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守護真相絕對不會放棄 我們的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 更加喜歡大家訂閱我們Patreon 我是Zach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